Yay 你必須要很有勇氣的做一些改變的話 你敢不敢呢 其實我很喜歡網路上有一個故事 他就在講說 有一個比較落後的國家 然後那邊的人都沒有穿鞋子 這時候有兩個賣鞋的商人 他們一個看到 哇 大家都沒有穿鞋子 完蛋了 我的鞋子是要賣給誰啊 他就非常非常的悲觀 但是另外一個人他說 太好了 這裡沒有人在這邊賣鞋子的 所以這邊所有人的鞋子我全包了 其實姑且不論他們最近那個生意有沒有做成 其實他們只要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樣 心態不一樣 他們走出來的路就完全不一樣了 今天我們邀請到三位非常厲害的 我們的Leap博士創新之心的大人物 他們就是非常勇敢 非常勇於去把握機會 然後開創自己新的人生 但是大家可能會覺得 哇 他們這樣子可以一起參加這樣的計劃 然後到國外去 然後就回台灣 好棒 好羨慕喔 是人生勝利組 但其實在過程中 有非常非常多的考驗等著他們 所以今天我們就請他們一起來分享 參與了Leap計劃之後 對他們人生有什麼樣的改變 而且他們今天顏值都非常高 等一下你們就知道了 第一位 我們歡迎Frank 哈囉 大家好 哈囉 大家好 那你跟大家介紹一下你現在在做什麼工作 大家好 我叫Frank 我今年31歲 五年前畢業於台科大機械所 那我目前任職於TTK集團旗下的InvenSense InvenSense股份有限公司 我擔任的是超音波的測試開發工程師 那我們公司主要做的產品呢 就是你一般看得到的感測器 我們把感測器做得跟螞蟻一樣大 然後使用微機鍵的系統為主 然後再加上複雜的機械結構 以集體電路做成的產品 然後我們把這樣子的解決方案 相在你日常生活可以看得到的手機啊 穿戴裝置或者是娛樂主機等等 那這就是我們公司主要在做的業務 你看第一位Frank 顏值就非常高 而且我們今天三位大人物不只顏值高 IQ高 EQ高 而且他們呢 對於人生中各種的挫折跟挑戰 都是非常勇敢的去承受跟面對的 第二位要歡迎到的是陳怡禎博士 大家好 我是宜甄 宜甄 宜甄妳現在是在做什麼啊 我之前是從青大生之所畢業 目前是在BioLagent Taiwan當副理 那我們的公司目前最主要是 Fall的最大抗體供應商 明年將會移住到竹北的生意園區 所以歡迎有理想報復的夥伴們加入我們 嗯沒錯 我跟你講喔 其實今天的節目啊 你們看了之後除了吸收到很多人生的哲理之外 最重要的是你們有沒有勇氣給自己一次機會呢 因為接下來這位博士我個人也是非常欽佩他 等一下我們可以來好好聊一聊他的故事 他非常非常的跳動 每一個領域他都可以有很好的表現 歡迎尤嘉欽博士 嗨 大家好 我是尤嘉欽 我現在在中國醫藥大學復設醫院的創新中心 那我們主要的任務是用先進的科技 像智慧醫療 那透過智慧醫療來協助醫護人員 那回饋到這個社會 回饋到大家的身上 謝謝 其實這三位都是我們的LEAP之心 是大人物 但是這個LEAP計劃是什麼呢 LEAP的博士創新之心計劃呢 他其實至今已經辦了七個提次 從2017年到現在就一直在舉辦喔 我們呢像很多的國內的優秀的人才 他們有機會可以到國外的企業去去研習 去學習 然後呢將這些經驗呢再帶回台灣來 其實就是讓台灣的優質人才可以跟世界接軌一個非常棒的計劃 也讓很多人圓夢 也讓很多人找到自己對於理想中的第二種想法 或者是更大的未來 所以其實一開始的時候我還蠻好奇的就是 究竟是怎麼樣接觸到LEAP之心的計劃呢 想跟伊甄先聊聊看好了 嗯 一開始其實是在當博后的時候會一直想說 我做的事情是比較狹隘的 所以我對於產業界其實沒有到那麼的熟悉 但其實整個研究過程中我還是有碰到產學合作 或者是技術服務平台 所以我很常問自己的問題就是說 我在產業裡面我到底可以做到什麼 然後我可以做怎樣的事情 所以一直在尋找機會可以去增強自己的能力突破自己 然後看能不能找到最適合自己的工作 然後喜歡的工作去做 那所以這個時候剛好聽到了LEAP Program 就覺得說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讓你到美國這種非常先進的國家 然後很蓬勃發展的地方 去可以認識各個不同的人 然後學習更多的事情 其實因為我們這個計畫很特別就是 它是很多不同的領域 不同的媒合 然後不同的學習 所以其實跟個人的特質也非常相關 然後這個計畫可以讓你發覺出自己可能 自己也不知道的那個特質 然後將它發揮出來 你可能就跳領域 你可能就轉變了 然後也要有勇氣去承擔對不對 所以這個問題想要跟Frank 聊一下 聽說其實你本來的這個專業 跟你現在從事的專業 也是不太一樣的 為什麼接觸LEAP之後 會讓人有這樣的一個勇氣去轉變呢 就是我在離開學校之後 我有兩年的時間 都是在電子代工廠 擔任機構的研發設計工程師 那大概做了兩年之後 由於興趣使然 我就全職地去外面參加軟體培訓 那這個過程當中 很幸運的是 當時培訓我的講師 黃老師 黃聖芳博士 他推薦我參加LEAP計畫 因為他自己是第一屆的學員 他覺得我的個性很適合去國外發展看看 那我還蠻勇於突破自己的數字圈 其實我還蠻享受 然後屬於國際性的大舞台 所以那個時候就抱著一種 嘗試的心態去闖闖看 然後很幸運的 也剛好媒合到了一家公司 他需要的是機械背景跟軟體背景的人 是 其實這樣聽下來 我覺得加入LEAP這個計畫的人 他本身可能會有一個蠻共通的特質 就是你要很勇敢 對不對 不能害怕改變這件事情 就像是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那個故事裡面講的 其實有的時候有一些機會擺在眼前 你可能你看到那個機會了 你可能覺得說 我可能做不到 算了 或者是 我現在好像已經到達某一個程度 我好像不需要再這樣去挑戰自己 突破舒適圈了 但是如果說你願意給自己一個機會的話 我們的LEAP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讓你打開自我的一把鑰匙對不對 對 所以這兩位其實就是 以這樣子的一個心態去改變 但是嘉欣很特別 你當初一開始接觸到LEAP 聽說是切而不捨才加入了這個團隊是不是 對 我是第一屆的時候就知道了這個計畫 那時候剛好也是有點像Frank跟宜貞提到的說 我們其實都在自己的領域做得還不錯了 那這時候其實我們都想要挑戰自己的極限 那either是跨出舒適圈 然後either是在發展新的技能或新的想法 認識其他的人 那所以第一屆參加LEAP 最後當然是在媒合上面可能不是這麼順利 所以沒有參加到 那不過人生就是不斷的戰鬥 那就 好勵志 對 就是失敗了就繼續下一次 那所以在第三屆的時候 我們也是看到說 微軟在微軟研究院來參加這個LEAP program 那他們的vision其實我非常認同 所以後來我就申請 那也很幸運的就是接受到他們的offer 所以就到了美國微軟去參加一年的延期 但是其實聽說要加入這一個計畫 當然有很多精英一起來參與 但不是每一位都有機會可以像你們這樣真的出國啊 所以其實在我們的這個評選的過程當中啊 很多的個人特質或者是企圖心 其實很重要對不對 所以說對於企圖心這件事情 我真的要先跟怡貞聊一下 你知道嗎 很多人都覺得女人喔 結了婚有了小孩之後 好像你就不能夠擁有夢想 你就是一輩子就是把你的青春奉獻在家庭裡面 但是我們怡貞博士 她當初居然是西家代卷的一起前往美國去參加演習喔 你可以跟她聊一下嗎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太棒了 嗯 其實以前在博士的時候 有一段時間是有機會可以去法國待兩個月 但那個時候因為就是有小朋友了 所以就會覺得說這樣去的話太危險了 然後我就放棄了那一次機會 所以這一個傷心的旅程 就在我心裡面埋下的那個種子 所以我就會一直覺得說 如果我之後真的有機會 然後爸媽可以協助我 老公可以支持我的話 那我應該就要勇敢的去嘗試 那其實在找工作的時候 就一直在尋求那個機會 然後我就發現說 LIP這個計畫真的是很適合我 可以讓我跳脫我現在的舒適圈 然後去闖蕩看看 看能不能找到我最喜歡的工作 所以在申請這個計畫之前 其實花了很多的時間跟小朋友 然後跟爸媽跟老公做溝通 然後才就是努力的去申請 然後可以去美國 我覺得啊 雖然怡真講的很輕描淡寫 但是你想一下 一個女人她結了婚她有了小孩了 她現在要出國去 然後呢一開始的時候必定是很辛苦的 那你可能要在那邊工作要有表現 你可能家庭沒有辦法 可以完全全心全意的顧好 加上小朋友總是很想媽媽嘛對不對 所以在這邊也許我們可以跟很多就是 其實你很想加入LIP 但是你就是已經有家庭 有小孩的一些漂亮的大姐姐們 講一下你當初是怎麼樣去跟孩子 還有你的先生溝通的 讓他們也有信心可以加入我們啊 其實帶家庭過去 本身就是一件很燒錢的事情 所以第一個就是跟先生溝通的 就是要說你願意支助我嘛 就是把我養成一下 就是讓我回去茁壯了以後 對 投資我 我可以回報你的 對 我之後回報你 對 那小朋友的話就是 會開始跟他說 你看這裡的幼稚園都很漂亮喔 然後都去很多很厲害的Museum玩 然後你的英文又那麼棒對不對 我們去試試看好不好 就是利誘 再加上他們有好奇心 威脅加利誘 媽媽很遠 你真的不跟我一起去嗎 這樣 其實我覺得 宜珍當初可以這樣順利的 就這樣子出國去演習 應該跟你的這樣很能夠跟人溝通的特質 也有關係對不對 就盡量 盡量 對 試試看 那你這樣子算是非常勇敢的主動出擊 那這樣子的自己 你有沒有覺得有什麼樣的轉變 或是你在這一趟就是主動出擊的這個路上 你覺得自己有收穫到什麼嗎 在參加LIB Program的時候 他們會有一個Training Camp 在Training Camp裡面 其實學長很多學長姐都會說主動出擊的重要 那就是因為他們講了這句話 然後我一回家了以後 我馬上上網查 就是Coverlator要怎麼寫 然後我就馬上寫給我所有有興趣的公司 跟他們說我對你的公司很有興趣 然後我有可能可以為你們公司做什麼事情 所以可能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幾乎我心目中理想的那幾家公司 就都有把我安排在他們的面試名單裡面 所以我會覺得機會就在那邊 可是你如果沒有主動出擊的話 你就不一定可以拿得到 對 你其實就是幫自己寫推薦信對不對 對 其實我覺得對於華人教育來講 這個是一個非常難去動筆的事情 因為有時候就是儒家思想 就是讓我們都常常會覺得 這些事情雖然我做得好像很成功 但還是不要寫得太自瞞好了 或者是有一些成就 算了啦講出來好像有點太多 那我寫兩三個就好了 其實都是會非常的謙虛 但是像跟Frank 聊一下好了 你到了接觸了Leap之後啊 你有沒有感受到就是在那裡的工作 競爭的環境跟在台灣 我們的心態有什麼不一樣 覺得就是你要在公司有一個識別度 也就是建立你自己在公司的品牌 那這件事情可以透過你跟同事的互動 你在開會的時候有沒有提供非常有價值的建言 那在一來一玩的過程中 你可以很謙虛的提供你的意見 那當大家非常認可你的做法之後 其實你的價值就會出來了 對 有時候你自己的品牌 就在跟人家合作的過程中逐漸的成形 那這樣的好處是讓我覺得 以後你在跟同事討論事情的時候 你會變得比較有說服力 因為大家知道你有很多成功的案例 那也是我在美國學到的一些經驗 所以其實嘉欣也是屬於一個主動初級的性格的人 對 那像其實過去在微軟的時候 有發生一些有趣的事 包含說像我會主動去跟主管要求說 我覺得我可能夠能力去做這個Task 那能不能把這個Task給我 那或者是說主動去徵求一些 可以參加微軟內部活動的機會 那這個我覺得就是非常同意 剛剛前面兩位博士提的 你一定要夠積極 是 然後夠勇敢 就真的不要怕失敗 就是一次失敗其實也還好 你就再試一次 對 真的耶 所以其實我們剛剛這樣聊下來 我覺得積極主動出奇 然後一直保持一個就是越錯越勇的心態 這是一個必備的條件對不對 因為在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給你很好的資源 給你很好的機會 但是你也必須要扛下來扛得住對不對 對 非常不容易耶 那好啦我們剛剛是聊說他們一開始是 怎麼樣會去接觸啊 怎麼樣會想要加入這個計畫 那當然當你決定啟程了 然後呢你到了一個等於是未知的國度 你的生活習慣 你的工作習性 其實完全都不一樣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你到這個美國去的時候 一開始的工作會不會很不習慣啊 因為一開始在去之前 公司就有大概擬定的大綱 說你會跑哪些地方去學習什麼事情 所以的確一開始去的時候就很緊張 因為你會希望說我的時間非常的短 我只有這一年 但我要學的東西有這麼的多 那我到底應該要怎樣有效的去分配我的時間 去達到這些的事情 所以的確一開始的壓力會比較大 然後就會用時間去對抗這件事情 要怎麼對抗呢 就是多花更多的時間在工作上 對 所以還好你的小孩跟你的先生是很好的後盾對不對 對還有爸媽 就是強而有力的爸媽是很重要的 是 但是當然一剛開始去的時候 人生低不朽 那時候LEAP有給你什麼樣的資源或是幫助 是你當時覺得真的 好險有他們的那一種 其實因為有帶小朋友過去 所以所有的顧慮都是很多的 但你就會發現說 LEAP它是一個很強的連結 它有學長姐會幫你聯繫 所以跟學長姐的溝通就會很重要 那另外一點是 當你在那個環境 對那個環境的領域跟人都不熟的時候 其實科技部也有駐美的代表 他們就會分享一些很有效的資訊 跟你說 這裡有一些活動可以參加 你可以去然後認識一些朋友 看能不能幫助你的Networking 對 所以所有的這些事情 其實對於生活上的幫助都非常的大 是耶 其實學長姐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助力耶 因為我們的LEAP 現在已經是辦到第七個題次了嘛 所以其實有非常非常多 成功的學長姐經驗可以分享 所以好像反而我們這些學弟學妹們 就不用這麼擔心 反而好像更能衝一下對不對 那像是Frank 其實我對你的那個故事也很 就是很好奇有一個人 他可以覺得有一個工作太過於就是Routine 太過於沒有挑戰性 然後因此而要求自己可以做更多事情 是 你的性格這麼的積極 其實是剛到新的公司的時候 因為我是公司第一個僱用的外籍員工 所以他們還不確定我到底那麼勝任 他們一開始會給我比較Routine 在實驗室做機台的教驗或維護 或是最基礎的一些硬體的測試 那我覺得我那時候也沒有想很多 我覺得就是把交代的事情做好 如果他們的期望是100分 那我可能就做到150分甚至200分 我多做一點 超過他們的期望 我覺得這過程就是一種獲取信任的過程 是 所以當你的直屬主管對你的信任感上升的時候 自然而然你的機會 你能做更多重要的專案 也是因為這樣子 我後來就參與了後期做VRAR的開發 然後甚至到了2019年公司在參CS展的時候 我也可以參與原型機的開發 所以我覺得這都是機會準備給 機會留給準備好的人 對 但是你也很能夠忍耐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有些很聰明的人 他們就會一開始到了一個地方的時候覺得 這工作太簡單了吧 是在大財小用我嗎 然後就會心中會充滿各種疑問 那當這種疑問只要一產生的時候 人的行動力就會下降 因為你會開始在質疑自己 就是我現在來這邊做這事情幹什麼 幹什麼 可是你不是耶 你是完全就是 好那我把這件事情做到更盡善盡美 然後慢慢的用時間去換取他們的信任 然後賦予重任這樣 是 這樣子的訓練是 你本來的個性就是這樣 還是加入Lib之後 你慢慢慢慢才養成出來的呢 其實我本來的個性是滿衝動的 就是讓我發現這件事情我已經很上手 然後已經重複了好幾個月之後 我可能會覺得 我想要再嘗試新的東西 嗯 但由於是第一次人生第一步所在國外工作 所以我覺得態度上要比較謙虛一點 然後要受教 那畢竟公司他們當然希望你能做更多事情 可是你要先證明你自己啊 是 對不對 但是是什麼樣的動力讓你可以這樣子的 毅然決然的飛到國外去 你是從小就很希望可以有這樣子的工作環境嗎 就在我剛畢業的時候 然後其實那個時候有去德國交換學生 然後那個時候原本有一個實習的機會可以留下來 後來因為個人的因素還是選擇回台灣當兵 後來也是這個小小的種子 就生涯在我的內心 又種了一個種子 對對對 然後看到這個Leap計畫之後 漸漸的就開始發芽 對 其實這樣聽起來Leap就像是一個非常地及時雨出現在你們心中的種子上 然後一碰到它的時候它就不得不發芽了 對不對 對 其實這樣子其實很多人是圓夢嘛 所以像是嘉欣你自己呢 參加Leap的部分嘛 還是去微軟的部分 你到了美國那段時間的收穫啊 學習或是你覺得自己接觸了Leap 然後到了國外之後的人生轉變 我覺得Leap給了我們蠻多挑戰的機會 那包含說像去微軟研究院 其實很 其實像微軟研究院或是像Google或是Facebook這些大公司 他們裡面一定會有很多不同背景的人 那甚至可能來自不同的地方講的英文 不是我們在台灣傳統所被訓練的美式英文 那這個對我們來說在生活上都是一種挑戰 怎麼樣聽得懂其他口音的英文 那當然我的背景是神經科學 所以在去微軟的時候 我其實一直以為我要去做的是研究 去當一個研究訪問學者 但是實際上到那邊之後發現 我在做的好像是軟體工程師的工作 那這當然也某種程度讓我更覺得 我覺得我也可以把這件事做好 那我希望可以讓大家看到說 台灣人其實不是 他是可以跳脫框架的 那不會因為說我只能 我學這個所以我只能做這個 那還有另外一件我覺得也是很謝謝Leap的事情 是像我們在念研究所念到博士 其實我們被教導的都是 你怎麼往這個領域更深入的去探索它 但是很少人會教我們說 除了深度之外 你應該培養自己的廣度 所以在參加Leap這個program 很棒的一點是 你不只可以增加自己的深度 你也可以把廣度拓寬 那你可以認識很多各行各業的朋友 那這未來在你突然想要某個問題 不是你的領域可以解決的時候 你就突然可以知道說 我可能可以找他來問問看 那可以很快幫我解決掉這個問題 是 也是拓展你的人脈的一個方法 對不對 但是其實嘉欣很辛苦的是 你當時到了西雅圖 是還沒有人到那裡去插旗過的耶 所以你是一個就是拓荒者 對 就是我們是習慣把自己就是放到最艱難的環境下 試著看能不能發芽茁狀狀 就像去放一顆種子在岩石裡面 是 那你當時這樣子去了真的是人生地不熟 然後又沒有學章姐在西雅圖的經驗的時候 你是怎麼樣走過來 或是你那時候遇到什麼樣的困難嗎 喔 困難其實倒是還好 因為其實大家念到博士 大概接受失敗或挫折的經驗都蠻高的 心理素質都很強的 對 心理素質都蠻不錯的 那當然就是也是遇到很多好朋友幫忙 像其中一個就是我今天穿的這個衣服 大家可以看一下 清商會是不是 對 西雅圖 你怎麼會加入這個清商會 我有一天在微軟的 不是我自己building的餐廳吃午餐的時候 反正就突發奇想說 那我來做vlog 記錄一下我在微軟 就開箱微軟的餐廳 因為微軟餐廳太多 你就是youtuber vlog這樣 你都有在拍自己的頻道嗎 我那一天之後就沒有在拍 我想說想訂閱一下說 沒有沒有 我可能之後努力一下 體重控制啊 對 好 然後呢 然後因為台灣人在國外講中文的 那辨識度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在旁邊 我們西雅圖青商會的會長Samuel 他就轉過來就說 欸 你是台灣人 那你在這裡有朋友嗎 沒有 那你要不要跟我們一起玩 所以我就說 好啊好啊 就是你朋友 人生最不缺的就是朋友 對 所以也是很感謝西雅圖青商會 那也是透過了這個微軟 其實主要還是透過微軟的方式 認識了西雅圖青商 那後面認識西雅圖交大校的會 最後是認識了北美洲青商會的很多好朋友 但是青商會它究竟可以帶給就是那個地方什麼樣子的幫助 或是你們可以在那裡實現更多自己想做的事嗎 對 青商會它是因為是一個 它不是付錢的一個組織 就是它是公益團體 是 那我們在裡面可以練習的很多事情 包含說怎麼樣去組織一個活動 包含像我們辦了將近一年辦了將近50場的social events 那有辦了一些cooper tours 就是讓學員可以去參觀說美國的企業它是怎麼去run的 那也是因為這樣其實在參加青商的過程中 它可以幫助你再認識更多的人 那也有一個很棒的是 我們有認識一間餐廳的老闆 他是小時候就從台灣去美國的 那我們只要跟他說 我們是青商會的會員 他就會給你抵抗 所以還蠻棒的 吃飯可以就是 對 可能稍五塊之類的 對一些學生來講 這是很多的幫助 對 這是非常棒的幫助 聽說到西雅圖的時候 一開始都是吃泡麵嗎 沒有啦 沒有到泡麵 就是可能三餐比較要 稍微控制一下預算 就是回到了一個 真的是留學生的身份跟狀態了對不對 與其說是留學生 我覺得可能會更像創業初期 就是有很多資源不足的狀態下 然後試著去克服它 那在環境堅困的狀態下 我們怎麼樣用最少的資源去達成 盡量達成我們想要推動的事情 其實反而是我覺得 那是一個LEAP的另外一個收穫 其實我覺得要到一個人生低不熟的地方 而且都是到非常多知名的企業裡面去 然後我們就是算是台灣代表 你們都是台灣之光耶 到那邊去必須要做出一番成績 而且還要真的把這樣的經驗帶回來 所以像聊聊Frank好了 你那個時候在那邊聯繫的時候 你有沒有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然後你解決了它之後 你覺得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我覺得一開始的困難就是 我一到北加 然後我的主管就希望我去跟供應商開會 馬上啊 就是on board大概一個月之後 對然後我那時候其實蠻挫的 因為我那時候的英文才能夠聽懂他們在講什麼 我馬上就要執行工作面的事情 對 那我那個時候也算是用著台灣的精神硬著頭皮上 然後又自己就是坐著火車 然後這樣子到了南灣 然後去找供應商討論事情 然後一開始真的是雞同鴨講 我還畫圖 因為可能講不懂 聽不懂他們在講什麼 然後到最後把這個事情完成 然後帶著成果回到公司 跟我老闆說 其實我是有辦法一個人獨立做完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讓我非常深刻 然後我也體悟到 其實在這個過程中我學習到 可以獨立做事情的能力 獨立作戰的能力 是 其實如果沒有加入LIFS的話 你可能永遠不知道自己可以被趕鴨子上架 然後最後還可以非常非常有收穫的回來 就可能會一直待在自己的舒適圈裡面 很舒服這樣子 真的 那我相信宜貞應該也有吧 你有沒有一個什麼 因為女生到那邊去 其實你的狀況是更辛苦 更需要毅力的 有沒有什麼事情你真的挑戰過他之後 你覺得我超棒 我覺得 其實在博士研究的過程 你會發現說 其實你都很專注在某一個細節 就像學長剛剛講的一樣 就是深入的去做研究 當然我們很常就是 廣度看的是不夠廣泛的 但以我們公司而言的話 因為我們是試體的供應商 所以它一年出去的產品是 一百多個兩百多個以上 所以有時候其實你就會覺得說 哇我公司在做什麼 我好像不懂耶 我跟不上 我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對 那在這一年的期間 剛好公司有一個roll map的會議 然後那個會議就是 集結所有的scientists在這裡 然後大家一起做功課 然後去制定公司未來的一個方向 那一開始其實他們沒有把我南跨在裡面 因為我們算是去學習的人 但是那個時候因為老闆他們太忙了 他們很常要用下班的時間 額外的時間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那時候就看著我說 怡貞要不要試試看 哇 邀請你耶 然後我就說 好我努力試試看 給我一個機會我試試看 是 然後所以我們就花很多的時間 大量的閱讀 然後跟互相討論 所以這個真的是一個 讓我在有限的時間內 極速成長的一個動機 真的耶 因為其實真的是認真丟到了異地之後 你會發現很多事情 你必須要真的讓自己強壯起來 你才能夠完成它 而且在那個環境中工作 跟現在在台灣工作 你們覺得在心態上有什麼不一樣嗎 在美國的話比較像是學習 所以想要知道整個的流程 他們從上游到下游 所有的流程是怎麼做的 所以比較像是scientist 就是我是實際要動手去做的人 那回來了以後 其實做的就比較像是體制上的一些建立 我就有點像是溝通的橋樑 溝通台灣跟美國之間 然後了解台灣這裡公司 它制定的原因是什麼 然後在地化所有的流程的原因是什麼 然後試著把美國的一些體制微調了以後 融入在台灣的體制裡面 試著把研究的整個process變得更順暢 對啊 因為我們剛剛其實一開頭 你看聊了他們想要加入計畫的初衷 然後再來呢 中間就是他們在中間演習的過程 所以最後像這樣 最後回到台灣來 其實每一個人的狀況都不太一樣 但是一定會某些經驗是他們在這段旅程當中 他們得到就是一輩子的收穫 所以像宜珍剛剛講的 是因為你其實回到台灣之後 你也一樣是在同樣的公司上班 對 同一個公司 只是BioLegend Taiwan 然後你把在美國的BioLegend的那些經驗帶回來 你覺得對你個人來說 有什麼樣子的收穫跟成長 或者是你覺得你自己對公司 有什麼樣特別的貢獻 我覺得第一個是Leap計畫 讓我看到了公司全方面的樣貌 因為在整個演習的過程中 其實我一年內run了五個team 所以那是很扎實的一個訓練 而且不是只是待在我原本就會的事情 我從上游的製造到下游的application 我全部都要參與 所以整個公司的全體樣貌 你就會看得到 那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 也因為你換過的team比較多 你就會知道說溝通的重要性 你要知道怎樣跟你的老闆溝通 怎樣跟你的同事溝通 才可以有效的串聯不同team之間 你的工作效率才會變得很好 是 工作效率 其實像Frank 我覺得也許在台灣工作的時候 很多人都是比較自顧自的 但是到了國外 似乎好像這一方法是行不通的 你自己呢你覺得你有把什麼樣子的國外的工作態度 你覺得很棒很ok的 繼續帶回台灣 然後並且在努力的想要讓它持續下去 如果要講這個 我覺得第一點就是 認可同事在工作上的貢獻 認可 你要說他們很棒很優秀就是要講出來是不是 當然不是言之無物的認可 是不是你好棒 你要講出為什麼他們對這個東西有貢獻 因為研究上我顯示說 當人發現他對這個工作有貢獻的時候 他本身工作意願的投入性會更高 對 那我發現我之前在美國的主管 他很喜歡稱讚人 就算是一點點小事情 小小的flavor 他都會稱讚你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工作氛圍 把它帶到台灣來其實是很好 像是一個正循環 對 讓同事之間互相認可對方的貢獻 但很好玩 我覺得在台灣工作的時候 我們就是比較不習慣去稱讚人 就比較害羞 對 所以有時候我們就說 比如說Frank你做得超棒的 然後你會說沒有啦沒有啦 就是好像會有這樣的性格 所以你要怎麼樣去把這樣子 從美國的這樣子 比較肯定正面的工作態度 繼續帶回來台灣 然後影響你的同事 覺得要去影響一個環境 你不用急著去改變你周遭 而是你直接從自身做起 成為那個榜樣 當對方覺得你這樣子的工作模式 是對整體公司整體是有益的 會有人開始模仿你 或者是他們會開始 像遵循你工作的方式 那你就做好你自己的本色 這樣就可以了 不用想這麼多 就是從自身做起嘛 把自己都顧好 然後把那些經驗全部都收好了 對 然後你自己做起來 旁邊的人就會被你影響 也許你同事就會開始偷偷稱讚你啊 你就知道喔他也在被你影響喔 被影響了 對 然後又看哇 Frank他加入Oleaf計畫之後 變得這麼的棒 那我也要參加 對不對 也會這樣對不對 但是其實剛剛兩位 其實跟他們自己本身的那個專業 好像沒有差太多 就是可能學習的東西回來還是一樣 繼續學以致用 我比較好奇的是 其實嘉欣你現在是中國醫藥大學的主任 本來是在做 本來其實也是做Neuroscience 就是神經科學 就研究人類的大腦啊 怎麼運作 在Microsoft是 在Microsoft其實我們的名稱 可以稱呼我們為Visiting Researcher 也可以稱呼我們為Software Engineer 因為我們兩個都有做 是工程師 但是現在跳到了一個 中國醫藥大學裡面 對 我自己會覺得這三個不同的職位喔 是好像沒有相關聯 你覺得自己是真的很跳著在轉變 還是是有連結的嗎 其實像我們在念博士的時候 就會需要去結合不同領域 開發出來的新的工具 所以對我們來說在微軟學到的這些 都是一個很好的 應該說一個非常先進的工具 來協助我們 來回答生物醫學的問題 那可能用我們自己的方式 沒有辦法做這麼快這麼好 可是加入了科技或所謂的 智慧化數位化的功能之後呢 我們突然有一天發現 我們好像可以在原本可能需要 例如說開發一顆新藥 原本需要十年 那可能需要一億美元的投入 那有了AI 有了智慧醫療的幫助 我們可能可以在一年 像現在COVID的問題 我們在半年的時候 就已經有台灣的團隊找到 可能可以用什麼已經存在的藥物去治療 或是說減緩這個COVID的症狀 所以我覺得在圍繞我看到的是 其實不只是機會 學習新的領域其實可以回過頭 來幫助我們真的自己想解決的問題 像我的部分就是希望 透過各式各樣的方式來加速 生物醫學的進展 所以其實這樣聽起來 你並不是在跳領域 你也不是在跨領域 你是把你一直以來累積下來的各種能量集結在一起 然後回到一個你覺得 極大成的一個專業 然後去讓他發揚光大 對 其實我剛剛前面提到也是拓荒者性格 你自己覺得你自己為什麼會是一個拓荒者 我自己覺得可能會是這個狀態的是 第一個我其實很不習慣在一個不太學到花力氣 或是不太需要 你真的覺得自己被挑戰的環境下待太久 那就像一開始回到最前面的 就是人生就是不斷的戰鬥 那你總是會希望 我們以打電動來說 就是你總是會希望自己的設備不斷的升級 那透過 對 就是打到神裝 那打到神裝的話 有在玩 對 對於你要解決很多問題 那就像你遇到遊戲裡面的大BOSS 那你可能在 當你還沒有拿到那個武器或是神裝的時候 你要打得很辛苦 然後你要揪隊友一起打 可是當你拿到神裝的時候 但第一個你的隊友會變多 也會變強 但隨著你自己變強 你所遇到的敵人 所遇到的隊友也會跟著 強度也會提升 當然你所要去做的挑戰 也會需要變得更難 那這其中有一句也是我很喜歡的話 然後是蜘蛛人的叔叔講 就是 Great powers come with great responsibility 就當我們擁有越大的力量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責任是越重的 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性格影響一個人的未來 是非常非常大的 然後加入力計畫的這些朋友們 這些夥伴這些精英們 其實一定都會有一些特殊的特點 或者是他們的特質是被看到 而且是希望藉由他們這樣的特質 能夠帶給我們後面更多的學弟學妹們 讓他們可以就是 哇 有一個偶像一個典範 所以我覺得嘉欣的拓荒者性格 應該可以帶給很多很多 比較不太敢跨越舒適圈的人 一種很大的挑戰 所以如果是你要來推薦我們的Leap之心 你會怎麼樣希望他們來參加這個計畫 他們可以得到什麼呢 我先講說可能哪一些人 比較適合 好 那第一個就是像 像剛剛小黎也有提到說 嗯 他不太確定要怎麼去定義我 那其實如果你也有這個問題 發現說 當你要去用一句話去介紹別人 介紹你自己給別人的時候 你發現你很難用一個詞 來把自己描述清楚 那你可能就是Leap計畫所適合 來申請的對象 然後怎麼樣的人適合申請 就是你有意識到你自己 不能被定義的 你就應該要來申請了 嗯 我覺得可以寫書了耶 對 這個完全可以把它寫成那個經句 因為它很有哲理 就是我跟你講 朋友們 沒關係我們直播會一直放著 你可以回放 如果你剛剛沒有記起來這個經句的話 你可以把它回放 然後來聽一下 就是 當然說每一個人也許都希望別人無法用一句話幫他下定義 但也許自己對自己要很了解自己到底是什麼樣的存在 對不對 是哲學家 你會不會下一個領域跳哲學了 喔 像PhD其實就是哲學博士 喔 真的 哇 好好好 那就是要 要找到 就是自己的存在的意義跟定義的話 你可以來LEEP 找到一個 可能你最認識的自己 或者是你曾經不認識的自己 嗯 對 OK 好 那宜甄呢 宜甄我覺得她又是另外一種代表 因為 其實在LEEP計畫裡面 能夠吸家代券出國去研習的女子 甚至少之又少 聽說是五根手指頭數得出來的 所以你覺得你自己是什麼樣的一個特質 然後很適合這個計畫 然後你會希望哪樣的朋友一起來申請我們的LEEP計畫呢 嗯 我覺得我是一個就是一直在追求自己初心的人 就是我試著在這麼大的環境裡面 然後都去嘗試看看 然後找到我最喜歡做的事情 嗯 我覺得這是我最想要做的事 那對於 嗯 LEEP計畫想申請的大家 我覺得 不管你是怎樣的一個性格 然後不管你是怎樣的個性 其實你都可以試著參加看看 因為 科技部會發現你的錢 哈哈哈哈 對 然後當你 你覺得你英文不好其實也沒關係 因為你進到一個陌生的環境了以後 其實這些陌生的環境都會慢慢的改造你 然後去改變你 然後去改變你 是 對 所以就不要害怕 然後做就對了 其實宜珍剛剛我們還有一個可以聊的東西就是 你其實小的時候啊 跟現在做的事情 好像是有點相關聯 但中間繞了很多圈 你才找回來自己童年想要做的那個初衷 對 這個過程可以跟大家聊一下嗎 嗯 可以 但就有點尷尬 就是小時候很想要當醫生 可是真的功課不好 所以就沒有辦法嘛 那所以我在大學的時候 我就發現說我偏科好像有點嚴重 所以我比較喜歡偏化學的科目 所以我後來就去選修十科輔系 然後我也是因為有修正輔系的關係 所以我才踏入了生技的領域 就是做我喜歡做的研究 那所以那個時候在跟大學生做分享的時候 我很常講一句話 我就是說 醫生他是看你的病徵了以後 對症下藥 但我做的事情其實跟醫生是差不多的 我研究後面的極致跟原理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其實我還是回到我以前想做的事情 對 還是找回了你童年的那個初衷耶 對 所以這樣講 其實Leap他非常的神奇耶 他可以讓一個人 他可能被這一個社會各種的經歷 所以慢慢的消米掉心中的消消火苗 但碰到了Leap之後 他又忽然變點燃了 然後又讓你回歸到一個最終你最想做的那件事情 他把你激發出來了是不是 哇 所以說一個這麼漂亮 已經有小孩的媽媽 他還是可以參加我們的Leap計畫 而且還找回了自己最初的那個夢想 對 所以可不可以再幫我們鼓勵一下這些可愛的姐姐啊 或者是妹妹們 如果他們想參加 但還是有點沒有勇氣的話 其實 我覺得當媽媽的人要踏出這一步 的確是都很難 所以跟爸媽的溝通 跟老公小朋友之間的溝通 是真的都非常重要的 但如果全家人都是很支持你去追夢的話 那就放下心中的擔憂 先踏出這一步 後面的事情只要努力的去解決 應該都可以順順的過去 然後找到一個好老公 對 這也很重要 這也很重要 好 那像Frank呢 其實Frank這樣子 其實你的個性我也覺得 就是很衝很陽光啦 我覺得你這個就是 感覺我在國外的時候 看到了很多很成功的一些華人朋友們 大概都會有這樣的一個特質 很特別喜歡會跟人家可能溝通 然後看起來就是 來吧 當我的朋友吧 對 那種氣場 對 所以你覺得自己是一個 什麼樣特殊的特質很適合力 然後你也會希望 怎麼樣子的人來加入這個計畫呢 覺得當你是很享受 也不是說享受就是 你很用於嘗試把自己放在一個 全然陌生的環境當中 你想要對你自己的能力做壓力測試 你想看一下你自己的潛能到底如何 那去國外工作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或者是你想要去鏈接人脈 也許你本身就已經有你自己的事業 那你想要讓這事業茁壯透過人脈的連接 所謂見面三分情嘛 你到了那邊跟你想要的創投 親自見面聊過之後 那你們募資的機會可能會比較大 所以我覺得你自己了解你自己的性格 你願意把自己放在陌生的環境 看看自己的反應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過程 對我來講這是一個很有趣的過程 因為其實我每個人都想知道 我到底還有什麼潛能 沒有被開發出來嘛 那Leap Program其實就是一個很不錯的機會 那它可以直接很直接的讓你到國外去on board 開始工作 而不是先透過一般的念書 念書之後可能要辦你工作簽證然後開始工作 對 這樣漫長的過程 對 我覺得Leap還不錯 嗯 要說很好 很好 Leap很好 要說很好 對我覺得三位都曾經參加過我們的Leap計畫之後 因為接下來我們馬上要進入了就是新的一波的爭劍了嘛 所以我也最後希望大家可以稍微跟大家聊一下 因為觀眾朋友也很想知道 就是每一個人 當然從Leap裡面都有得到了一些你們的養分 但你接下來會希望就是加入Leap的這些朋友們 要有什麼樣子的心態 又或者是你覺得Leap給你最實質的一個幫助是什麼呢 我先嗎 我先嗎 好 你靠我最近 Leap其實可以提供很多 像剛剛包含說各位學長姐跟小黎豆提到的 我們已經累積了六屆 七屆的學長姐 其實這個人脈資源基本上就從 跟我們第二屆或第三屆參加的狀態已經完全不一樣 所以本身Leap就已經是一個非常好的社群體 那我們也鏈接了很多不同領域的專家 不同領域的精英 你想要做的挑戰 你想要問的題目 大概這裡都有人可以幫你 但是除了台灣之外 其實我們一定要跨出去 在國際上要爭取能見度 那所謂的能見度其實就像台積電一樣 台積電被稱為台灣的護國神山 那台灣是不是需要更多的護國神山 我相信大家的答案應該都跟我一樣是肯定的 那我會建議就是像生意產業的人 如果你想要跨領域 例如說像我們去結合透過AI這個工具 來去協助自己加速自己領域的可能性 或是你可能原本是寫程式的 你想要看看說你的題目是不是除了商業問題之外 也能來協助解決醫療這個難題 那你都非常適合來這邊認識朋友 甚至就是真的到國外去去鏈接更多的資源 更多的人脈 那我們一起可以解決更好的問題 更難的問題 而且我聽說在LEAP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活動 可以幫助大家在當地更融入 我聽說有一個什麼 每個月都會有LEAP的學長姐的一個聚會是不是 可以跟我們聊一下這個嗎 是不是Frank有參加過 就是科技部住加州那邊 那個時候我是在北加工作 每個月就是會有LEAP小聚 那我覺得非常值得去參加的原因是因為 他們會請在矽谷已經工作20年 甚至30年以上的那邊的華人 或是非常有信譽的人 他們可以分享他們在矽谷工作的見解 那你可以趁機把你想要問的問題準備好 然後一口氣等他會議結束之後 你可以相去問他 那平常你要見到這些大人物是非常難的 你甚至寫Email他甚至不一定會回你 因為他太忙了 那LEAP小聚每個月一次讓我們有機會 接機這種神等級的人物 我覺得是非常值得的 神等級的人物 但在工作方面啦 當然專業方面的輔助是非常多 在身心靈方面呢 在那裡會有人就是關心你的十一助席 或是關心你的心理狀況 或是打電話問候你嗎 當然就是LEAP的工作人員他們會打電話 關心你說你有沒有在公司啊 你還是你在外沒有啦 就是他會確定你現在在公司是OK的 就是你的十一助行都take care的很好 就會關心你就是了 對那我覺得這一點你是不用擔心 那當然我們人到了國外 你還是要有一定的獨立性嘛 你不能所有事情都靠別人 所以我覺得LEAP提供給我們的支持是足夠的 是足夠的就是讓你覺得 雖然人在外面有一點單打獨鬥 做出一番成績 但其實後面還是有LEAP這個後盾 在支持著你可以往前進的感覺 當然當然 那以前當初你在美國的時候啊 有沒有參加過什麼樣子LEAP舉辦的活動 也讓你在那邊覺得比較有歸屬感 比較開心呢 我覺得這一點就真的要很謝謝 之前加州的張組長 他在我們剛到沒多久的時候 其實就會把我們每一個拉到LINE的群體裡面 所以只要有一些新的消息 他都會馬上去PO在網路上面 然後會問大家說 欸現在有新活動喔 大家要不要去參加 那這對於一個新到陌生環境的人 就是你沒有什麼人可以跟你當朋友鏈結的時候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敲門磚 是 對 那你認識越來越多人了以後 你就會開始越來越知道一些網路上的資訊 像是說 其實他們UCSD很常辦一些Coffee Chat 那那些Coffee Chat 就是他會邀請一些各個不同領域的人 然後用非常淺顯易的方式 跟你講他們領域的故事 那在這個方面就對於跨領域的連結是很有幫助的 因為他用的是很簡單的故事 講給你聽 對 然後有時候也會請到一些 就是像剛剛Frank講的 他請到的可能是Pfizer的總經理 是那種很高等級的人 神級人物 對神級人物 他就會跟你說 他們現在公司做的方向是什麼 做的內容是什麼 他們想要的學生類型是什麼 他會把他所有的這些 他想要的東西跟想傳達的理念 都會在這些 就是很隨意的一個Coffee Chat上 然後會表達出來 其實因為這兩位都有學長姐啦 那嘉欣算是第一個到了西雅圖 要成為學長的人物 所以在接下來啊 就是你應該一開始去那邊插旗拓荒嘛 那你現在的希望是接下來的學弟妹在那邊 可以得到什麼樣子的幫助嗎 基本上如果大家真的有很幸運來到西雅圖 或是我們再擴大一點講華盛頓就好 其實都很歡迎跟我們聯絡 那像西雅圖青商會的Samuel 還有現在的會長Vicky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願意提供協助 那除了這個部分的話 像包含交大小小會 台大小小會 其實在那邊都已經經營這個community 非常非常久了 那透過我們的鏈結 應該是可以讓人非常快速的 包含說你可能要租啊 你可能想要買二手車 大概透過這樣子在地台灣人的社群 都可以很輕鬆的協助你去解決問題 那當初你剛開始去的時候 都沒有這一些資源的時候 Leap他們有給你什麼樣子的幫助 幫助你一起拓荒嗎 其實 鋤頭啊什麼 鋤頭啊 鋤頭啊 裝備 這件事其實可能也是因為Leap知道 我的習慣是比較喜歡 一開始在還沒有做起來的時候 其實我是比較習慣獨自一個人 去嘗試各種可能性 那所以Leap在這個狀態下 其實給了我很高度的自由度 讓我可以自己去嘗試 那當然說像剛剛加州 其實我們也有收到加州的信 但是從夏圖飛去加州基本上 一次就要盆盆百美 那個承受不了 對 所以 其實Leap還是有提供協助 只是說 剛好我們可能位處偏遠 我們跨過去就是加拿大 那這個狀態下 我們也很幸運的成為第一屆的學長姐 那後續的話 當然就不能只是 收取別人的幫助 那現在我們是有能力可以 就是Give it back 是 那最後一個問題 我相信是說有很多 想要參加Leap計劃的這些朋友 我們也會想要問的 就是因為你們也是通過了層層的關卡 才能夠得到這樣子的入場券 所以當中一定會有很多 也是有面序嘛 然後會讓Leap去了解這個人 到底知不覺得我們就是花薪資在他身上 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學長姐有沒有什麼經驗分享 對我們鏡頭前的觀眾朋友 因為他們即將就要報名我們 11月1號要開始爭見的活動了 對 給他們一些小小的tips好嗎 那不然就Frank先好了 我覺得在參加Leap 媒合的時候有一個camp 一個營隊 當然營隊的時候他們會培訓你口說啊 他面試技巧 在那個時候如果你可以Stand out 你可以更積極的話 讓評審委員看到你其實是很有企圖心的 就你剛剛講到企圖心嘛 他們會發現你是非常有心 真的想要去國外而已 而且你請一請問你那你這一年 你到底想要做什麼 你想看什麼事情 你想要體驗什麼 你把這件事情 如果你忠然很具體的列出來 人家會覺得你是有規劃的 願意把資源放在你身上 這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你還記得你當時在這樣子 媒合面試的時候 你有講了什麼樣 就是打動評審的話嗎 有點久遠 我可能要想一下 還是關靠顏值就取勝了 覺得我那個時候 我跟評審委員是說 我願意每個月至少參加一次 當地的科技論壇 做人賣的鏈結 就算那個論壇 它其實是需要收費的 或是需要入會費 那我都願意參加 後來我也是常常參加 我那時候去參加Uber的論壇 對 因為我那個時候 很想要做自家車的技術 對 我就認識了 來自特斯拉Uber的一些工程師 然後也跟他們交換名片 那我覺得這一點 你就很具體的指明 你要如何做人脈鏈結 讓評審委員知道你是有方法的 而不是只說我想做 是 你就是 因為Leave的這些評審委員們 他們都是看過了各種高階精英人才 你們的肚子裡在想什麼 你們都知道對不對 對 OK 所以就是要給他們知道 你有企圖心 而且你是有規劃跟執行力的 不是空口說白話的那一種 沒錯 那怡貞呢 你當時就是要加入這個團隊的時候 你有什麼方法去展現出你的企圖心 又或者是你有什麼樣經驗法則 可以分享給我們觀眾朋友 其實在參加這個計畫前 自己就已經先規劃好 然後跟想了很多 跟家庭也有溝通 所以在Leave Program的時候 其實評審委員他們很直接 他們就問我說 那你帶小孩去的話 你對於工作上你還承受得住嗎 你有辦法兩頭兼顧嗎 那這個時候我就是跟他講了 我做的所有規劃 所以我會怎樣安排他的課後時間 他讀這個幼稚園 我老公會幫我帶小孩 我爸媽會幫我帶小孩 我就是把我爸媽就是 嘴包尿布 對對對 我就是把爸媽的時間都安排了好 然後我就跟他們說 其實我的爸媽已經知道了 然後為了我願意犧牲一點點的時間來幫助我 是 所以我覺得在這方面我是沒有問題的 OK 對 其實就是要有執行力跟你的計畫 要讓評審覺得是幸福的 對 那嘉欣你的呢 我的狀態就是又跟前面兩位有點不太一樣 對 因為畢竟我應該是唯一一個就是失敗跟成功的例子都有 對 那第一階當然失敗了 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 就像剛剛宜珍講的 就是你沒有很完整的讓對方知道說 你在這一年的過程中就是你想要達到什麼目標 對於host company來說 他也其實他host你也是一個資源的支出 對 那與其就是把你完全不知道狀態 就是你完全還沒有知道自己要做什麼拉進來的話 那不如就把這個位置空下來 那在這個部分是失敗的經驗就跟大家分享 一定要比較清楚 至少你可以用一段話把自己想要做 未來一年想要變成什麼樣子 你怎麼去想像你自己未來一年後長的狀態 要很清楚的傳達給這個跟你聊天的面試者或審查者 對 那微軟在做的時候他其實是 我們那時候真的以為research 是要去做research的原因是 他花了一個小時 然後跟我在討論說期刊論文要怎麼去就是ranking 所以然後甚至他就是希望我們要準備自己的電腦進去 他想要看我們的call 然後我們有live coding 所以在那個狀態下其實我還沒有意識到說 我接下來要面臨的挑戰跟他在面試的狀態 其實並沒有完整的結合在一起 所以這邊也是希望大家有一個心態是說 面試官一定會希望挑戰你的臨場反應 對 那你不要害怕 你就把你以最禮貌的方式告訴他說 你的想法是什麼 但是因為在國外其實他不會覺得你講的一定要是正確答案 他反而會希望你告訴我你怎麼想 為什麼你這樣子想 你只要能夠把這些事做到 其實我相信你可以說服至少95%以上的reviewer或是面試者 讓你可以通過第一個階段 是 就是要臨危不亂對不對 對 我懂 其實很多面試官會這樣子測試人 就是會讓你就是營造出一個不安全感 然後看看你會不會就此就是亂了手腳 然後就就此放棄或者是就開始空口說白話 對 因為在人很危機的時候總是會講出一些天花亂墜的事情 但是他發現你沒有執行力的時候 你可能就是sorry 下次再見了對不對 對 哇 所以你看其實今天節目非常非常棒 它就是讓很多想要加入LEEP計畫的朋友們 有一些學長姐的經驗分享 當然不只是分享加入這個計畫的一些過程 跟他們的心得 也是對每一個人在追求你的理想生活 跟你的想要的人生有什麼樣的方向 一個非常勵志的一段談話 對不對 充滿正能量 超級正能量 正能量爆棚 爆棚 對啊 所以如果說今天的朋友們 你對於自己的工作 有一點點想要轉換跑道 又或者想要再跨越另外一座山 就是人生就是不斷的就是登上各種不同的高山看風景嘛 如果你想要改變的話 你可以加入我們的LEEP計畫 而且我們從11月1號就要開始針見囉 那詳情呢 可以看我們的LEEP的官方網站 當然還有我們LEEP的Facebook官方粉絲團 所以今天也非常非常謝謝我們三位LEEP大人物 謝謝你們的動作 謝謝大家 謝謝 記得喔 11月1號我們開始針見了 趕快踴躍報名 下一個LEEP之心就是你囉 我們下次見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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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好熱哦 哈哈